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麦子学业 我是讲师老卢 我们这一节课程中讲的是第四章的第一节课程 我们看一下 主要讲的是什么 百度知道 百度知识 百度问答 百度知识的营销推广 那么它的设置 技术 怎么去弄 我们看一下 我们首先来举个例子 估计有很多的同学 或者是说一些企业 它在使用搜索引擎来去搜索东西的时候 它不一定是通过网页来去进行的 它也许还会这样找 打开 在搜索里面 在这个位置输入什么 假设我们是一家火锅加盟 也许的话不一定是火锅加盟 它会去什么 好 解肥的 美容嘛 解肥 解肥产品 什么好 你说它会这样去搜索以外 它还会去点开百度知道这一块的一个产品 看到吗 之前的话它是有百度知道的一个介绍 推广的 那么这块的话它已经没有了 百度知道我们点开第一个 再往下拉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推广 看到吗 百度经验以外有什么好的产品 这一块就是由广告商去设置的 那么我们点开的话 那么它是看一下是进入到哪里呢 但是的话它还是不是啊 那么这一块的话列结没有做好 看到吗 这一块是推广 这一块是推广 好 那么我们再去搜索一个 云南旅游 好不好 有人会去搜索不 会 我们看一下 它的百度知道客户端 还有一个是知名的资讯的网友 那么在右侧的话 已经没有广告了 好嘛 再去搜索一个 竞价培训 哪家好 会去上搜索吗 会 看一下 我们点开任意的一家 我们再往下拉 这块没有 看到了 现在的话这一块是没有了 有时候会有 有时候没有 但不过这块有很多人很少去关注 好 那么我们现在返回来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 这一块是在哪里进行设置的 那么有什么呢 有免费问答 免费问答 免费问答营销的话是在哪里之中呢 我们打开 还是一样的 来以例子的方式来去举例 倒入百度点 好我们在这一块去搜索 打印机 哪家好 或者是哪种品牌 哪种 哪 孩子好 会上去搜索吗 会 然后我们点开的 还是百度值的 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 有些什么呢 家人 什么什么 联想 什么什么什么 看一下 这个是2015年的 好吗 画一个其他的 这个是比较 最近的 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有点像一个 自问自答的那种模式 看到吗 17分钟 马上18分钟 马上就会被 被答 被答 像这种形式 怎么去动 看一下 这一块 它是使用手机 来去做的 我们返回来 在这个位置注册一个号 在这个位置出你的问题 然后选择我的提问 在这个位置输入你的问题 然后或者是说我要提问 在这里输入你的名字 你要提交的问题的标题 或者是说明 那么你可以增加一个这个币种 这个的话应该是百度币 像这种 赏嘛 回答问题的会赏钱 那么 在这个位置输入什么呢 卖子学悦 学习 网络营销 好不好 或者说微营销 老师 抓业 像这样 看到吗 你去搜索的时候 你就去提交问题 你可以选择匿名提交 如果选择匿名提交的话 要消耗 十个 我们选择提交问题 那么选择提交问题的话 你画一个号 画一个IP 在星期五下午 或者是说 在没有别人回答的时候 选择 在这一块找到你的网址 找到你提交的问题 然后选择回答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怎么去设置 怎么去操作这一块 记住不要被封IP 百度号的话可以在淘宝上面可以买到有很多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除了免费的话 那么收费的那一块怎么去弄 看到吗 有一个知识营销 这一块是在哪里呢 是在我们的百度推广后台 好 打开首页 在首页的下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叫知识营销 选择知识营销点击进入 点击进入的话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些 有推广单元 看到吗 有中介页 还有问答营销 在这个位置新建我们的推广计划 就是进入了我们的第二步的一个操作 看到吗 然后在这个位置新建 清建什么呢 我们这里提交的是一个费用的疑问 费用的疑问 在这个位置选择设定预算 你也可以选择不设定预算 那么移动出家比例是1 那么设置的推广电话 增加你的推广电话 那么这一块的话是设置你投放的时间 是跟我们百度搜索推广里面的时间的话 一样的 就可以了 完成之后 点击提交 点击提交 这样的话 它就会出现一个推广计划 新建一个已经成功 看到吗 然后点击这一块进入我们的推广单元 推广单元 选择这一块是疑问 对不对 好 什么什么 好 SEM培训 SEM培训 好 多少钱 然后在下面设置 单元出价 好 点击确定 这样的话我们的推广单元就已经设置好了 然后再次点击 看到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一个中介页的一个制作 中介页的话就是什么 新建问题 选择或者是说批量上传 批量上传的话使用的格式是什么呢 是Excel 看到吗 Excel的格式 Excel文本格式 然后选择新建问题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输入你的问题的描述 这一块输入你的答案 输入你的答案 那么有一些的话提交不审核通过 没有被审核通过 你看一下知识问答营销的审核标准是什么 那么我就不去照着一条条的念 这个比较简单 哪里买 对不对 同一个问题 如果你不看什么最什么什么 这些夸大的这些词语 还有一些涉及政治 非法 枪支 涉谎 这一类的东西都不能去增加 然后选择完成之后 点击提交并继续 你也可以选择下载相关的问题 选择这一块 下载问题 下载问题的话就是 我们所选中 所在这个位置增加的 所有的 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去 下载下来进行修改 然后再重新上传 重新上传 这个比较简单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呢 在我们的百度推广客户端 这一块的话我们放在后面的课程中 进行讲解 好 那么本次课程我们就讲到这一块 希望对你有用 好 拜拜 下一节课程中 我们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